行进词变息 同学们来看啊 这俩词长得非常像 但是后边都有一个just 前面只是前缀不一样 来看同学们 从发音方面下手 第一个读作 adjust 中读从第二音节 好 这个读作unjust 中读第二音节 但第一个音节属于是次中读 好 从含义上来说啊 同学们来看 第一个词 它作为一个动词 叫调整和调节 跟我再读一遍 adjust adjust 所以动词我们来看啊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调节椅子的高度 好 调缘状重句 If you feel uncomfortable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 uncomfortable 好 主句来了 You can adjust 你可以调节 the height of the chair 什么呢 你可以调节height 叫高度 什么的高度呢 这些短语作用 或者定语修饰它了 好 椅子的高度 好 adjust 叫调节 再看 我没有必要调整调节价格 We don't have to adjust the price 我们没有必要 非得去什么 调整 adjust the price 所以说啊 adjust 叫做调节 那么 再看这 加了个否定前锯 叫unjust unjust 叫不公平 不公正的 它来自于 just 作为行词 叫公平公正的 这个更好记 来看啊 这是一条不公平的法律 It's an unjust law 这是一则不公平的律法 好 再看 它的参与会使这条条约变得不公平 好 His involvement involvement 叫参与和摄入其中作为一个名词 好 would make将使得 the treaty 这一条什么呢 条约 法则条约 unjust 不公平 至此呢 adjust 叫调节 调整 而unjust 叫做不公平 学费的同学 请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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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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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